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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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位置 比新来的实习生坐了 好 那我做 施总 莉莫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应时资本的投资总监 总监 是总监吗 对 投资总监 恭喜你 恭喜 恭喜啊 莉总监 妹妹 太突然了 这 林大义的公司 已经上了新三版 而且成了上市公司 争取收购的对象 之前乐会那项目 打了一场特别漂亮的翻身战 量力有两个功 所以这份嘉奖也是应得的 谢谢施总 谢谢施总 谢谢大家 满意吗 做做试试 谢谢 林总监 那也是你的位置 那也是你的位置 开心 表演 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像做梦一样 论资牌备呢 在资本市场是不适用的 这行呢 主要看能力 其实我的能力只是一部分因素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运气好 其实我相信一句话 叫做越努力的人 越幸运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 有个事情呢 我一直想跟你说 你记得上次做乐会的时候 有一笔资金 我说我有其他用途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准备到新加坡 开个分公司 筹备的也差不多了 而且 我的男朋友也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明年 应该会过去了 那你是要离开上海吗 我想换一个新的环境 一个新的开始 可能我这边的一些业务 我会顾不上了 不过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听门啊 我相信很快 你就能独当一面了 加油 好了 我不打扰你了 你好好感受着我之后 谢谢师总 不用送了 有没有一个预言 能够预言我们 遇见 也只是一个画面 我们都走在时间 眼前 拒绝被定义 被偏见 被贴上标签 成为最好的自己 最好的自己 最好最好的你一切 每次我永远都在爱 无论你有多么不适当的时候就要 是专门为萌萌定制的奇奇牌庆功弹打 你什么时候连这个都会了 现在会的可多了呢 不能你一个人进步吧 我也得努力 来 恭喜萌萌 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成为了投资总监 谢谢 萌萌 我看着你这一路走来 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可记得你当初咬牙切齿 让你前老板 教你总监的样做 一黄眼你真的当上总监了 你真是 快说说 当上宁总什么感觉 有一点高兴 但是也有一点惶恐 毕竟这才是个起步嘛 未来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 但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 因为老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加油 兵总监到 走啊 兵总监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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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数一下 你叫我柠檬就好了 你会变你不得 心欢上圣嘛 习惯习惯就好了 喂 乐总 有什么好事这么开心 有吗 来 谢谢 我有一个好事 我决定了 我要东山再起 我好好想着想 这么多年 我也没什么别的长处 跟爱好 投资是我唯一喜欢的事 也是你最厉害的 那重要的是我想明白了 我是真的喜欢做这一行 你爸的话点醒了我 成败 不是唯一的标准 做自己开心的事 你什么都重要 这段日子 我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人 把辛苦做他来的钱 交给一家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呢 把这笔钱投给了一家 医药研发机构 进入多年以后 这个新药研制成功了 而这种药 也成功医好了老人 多年的疾病 这故事 对我触动特别大 我觉得投资就要交朋友 陌生人之间 相互借的信任 相互帮助 回馈 让善意传递下去 我认为这就是 好投资的意义 也是让我开心的原因 那 也得重新拥有一家公司了 我已经在了一届 企业登记代理公司了 可以收一家 现成的进入类企业 我都寻过价了 他们手上的投资管理公司 转让费不贵 手续也不麻烦 性价比最高 什么时候联系 中秋节你帮着我爸妈 忙前忙后的时候 我也没闲着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重新振作 所以 我没事的时候 我就帮你想了想 振作后的事 那我要尽快把公司张得起来 但初期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 那么 能不能 牛总监 陆总也在啊 那么 那我们先上去 等你上来再开项目会 好 我一会儿就来 我都升总监了 恭喜你 你刚才还要跟我说什么 没什么 你都升到总监了 我也得尽快行鱼翻身才是 对吧 谢了 干吗绷着个脸 你从静明资本离开的时候 不就盼着这一天吗 林某 祝你梦想成真 祝你事业顺利 祝你事业顺利 新发型很适合你 走了